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制胶器 制胶底座一套 水管三根 梳子一包 文具夹两个 制胶夹侧板四个 第一步收到之后还有四个开盖柱 要先分别装在主机的四个位置上 拧紧 这个也是的 OK 这又装好了 这是一个开盖柱 方便开盖用的 下一步 把这几个管 然后连到对应的这几个出水口这个位置 首先这一侧 是单独的这个排水口的 这是一个缓冲液的排水口 必须是用夹子把它夹住 然后排肺液的时候把它取下来 然后排掉肺液就可以了 平时使用的时候要用这个夹子夹住它 这边两个口是一个循环 就是如果用户需要降温的情况下 两根一个进 一根粗 两个都要再擦上 擦上之后 这一头要接低温循环器 可以对实验进行降温 如果不需要降温的情况下 用这一根 只需一根管子 把它左右连上 即可 如果不需要降温 这两根 把它连起来就可以了 如果需要降温的话 就需要 两个都要给它擦上 擦上之后呢 两个头 一头接到低温循环器的进水 和低温循环器的出水 然后对电用槽进行一个降温 来 现在说一下这个产品啊 这是一个公用的主槽 这个产品为什么叫双向电用呢 也就是说 它有这两块 组成 这一个模块 放在电用槽里边 它就是第一项 双向电用的第一项 管状电用 然后这个第一项做完之后 这个是第二项部分 把它放在这个电用槽里边 这个就是第二项垂直电用 它其实就是这一个槽子 有两个功能 这个模块 是做双向的第一项管状电用 这个模块 放在槽子里边 就是第二项电用 垂直板电用 好 那我们现在就说 这是第一项电用的附件 第一项电用的内心 然后主槽 选好 选好 总共有两包 内镜不同 选择一包 选择一包 插到这个管状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这就是第一项 管状电用 首先是要把 这个玻璃管里边 灌注进去凝胶 灌满凝胶之后 然后 按紧就可以了 然后 注满缓冲液 注满电用缓冲液 盖上盖子 这一侧 联通电源 设定好 实验指标 继合 运行 第一项管状电用实验 然后 这是第二项的 这几个附件 帮我们看一下 那个夹具 那些 阻槽 和支胶器 第一步 先把这个螺丝 咱们松到最最底 OK 刚刚的四个 我已经退完了 第一步 然后把它退下来之后 把玻璃板 拿两块玻璃板 放上来 两个合在一起 然后固定好就行了 也就是凝 一丝左右 估计就能固定好 OK 同样的 另外一块也是 好 好 把它放在石胶底座上 这里有两个挂钩 把它一查就行了 同样的这边也是 这个时候就可以灌胶了 把凝胶灌在两个板子中间 两个中间有缝隙的 关完胶之后 然后就可以把第一项的那个凝胶条 放在这个扰口处就可以了 粘完胶之后把它取下来 这个只是制胶用的 粘完胶之后把它取下来 把两个板子分别装在这个电用芯里边 就可以了 收一下 也是退一下 退一下之后方便装板 开完之后把这个稍微一拉 把这个板子卸下来 凝胶 凝胶好的板子 把这个板子撒了 把这个板子撒进去 拉成根 把这个板子弄着 把这个板子弄到 现在我就不能变成 把这个板子弄到 把这个板子弄到 抹几凸 然后把板子弄掉 要是不要弄到 把这个板子弄成 我把板子弄进 把卡子弄成 把板子弄成 把板子弄到 水 把板子弄成 把板子弄成 矮板朝内 然后固定就可以了 拧紧即可 对面同样的 均匀的拧紧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放在电影槽里边 加住缓通液 加住缓通液 注意红色对红色 黑色对黑色 这样就可以了 把这个导线打开 接到电用仪电源上 设定好需要的电压 就可以进行实验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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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